電纜橋起火燒到團 大西北十六萬戶停電 星期二艾曼元朗朗平站 礦業街接連雲樂街電纜橋著火 直至七點多 火勢蔓延到整條橋 不時傳出爆炸聲 屯門元朗天水圍十六萬戶更加一度停電 元朗文政事務署其後開放了朗平社區會堂 和天輝路社區會堂作臨時庇護中心 給有需要的市民使用 其實天橋這邊是最多人的 下面的位置都是有人站著的 所以臨橋那一刻 近那邊那些應該挺危險的 首先朗平八號 和世袖都停了跌 我看到朗平村就沒有停 警方和消防署在簡報會上就表示 接獲超過20宗報案 一收到call就馬上說到 但有拍片市民就不敢看 對呀 打九九九就沒有人聽 打幾次 說才會發網 但都很久沒有消防車 唉 元朗國真是惹不過 連忠誠勇毅都走圍上街 I'll never be back 首先僅代表中華電力 向受今次事件影響的 居民和客人致歉 火警的原因起因 我們還是調查進行中 因為電冷橋裡面 牽涉到一些高壓的電冷 我們為了 在未完全確保到 現場環境安全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出動了滅火機器人 去進行一個滅火和冷卻的工作 莊偉欣就說搶收要兩天時間 真是嚇到街坊 幸好到了半夜 其中14萬戶已經有電了 直到今早8點已經全面供電 我們今天下午都去現場視察過 條橋一分為二 像不像隻鳥仔展翅 七一前又沉船又嵌橋 鳥仔友亦都飛不起啦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世界的香港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世界的香港